腎的這個穴道 就從這個開頭的 就從腳 我們腳分三分斷 1 2 3 它是要上三分之一 你像動的時候 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它有一個人字縫 對 凹下去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永泉穴 我們認為五穀很養生對不對 但是五穀裡面提供的蛋白質 就是屬於不完全蛋白 所以腎臟不好 不一定可以這樣吃 就不能吃 對 它的靈又高 對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腎臟的負擔 歡迎收看健康有方 我是阿娥 腰臟有好嗎 摸一下 男人腰臟哪好 真的是給他講話都很大聲 那不是只有男人而已 女人也是一樣 那腎臟這個東西 我有吃過豬的腰臟 就是這樣 一幅這樣 兩個 兩粒在兩邊 頭前看不見了 在後面 但是你知道腎臟一旦不好的時候 很多問題重生 台灣其實說起來很不好意思 洗腎人口還真是世界之冠 不能說叫做 不可以吃光 不可以吃台灣之光 但是實在是把我們的健保 都快吃光光了 是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一起來關心一下 你的油脂問題 為大家來介紹 今天在現場的幾位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腎臟科的 醫師 陳英正 陳醫師 大家好 還有我們大家很熟悉的中醫師 這是我們在現場的 吳明珠醫師 嗨 大家好 我是吳醫師 還有我們的營養師 黃淑慧 大家好 好 腎臟好棒喔 沒有你實在是不行 那為什麼腎臟非常重要呢 陳醫師 是 那腎臟是我們體內 最重要的排泄器官 好 所以我們體內 像我們之間的蛋白質 那代謝出含氮的肥物 那必須要排出去 那這個就是腎臟要做的工作 排尿液 排毒素 當然就是說除了尿液毒素之外 我們有喝水 那我們也會食物中有水分 多的水分也要排掉 那如果沒有排掉 基在我們體內 就會有一些水腫的問題 那有一些有機酸 那蛋白質代謝 那也必須要排出去 那不然會有一些酸學症問題 還有一些 這些電解質 鈉 甲 鈣 氯 磷 然後這個平衡的問題 就亂掉了 對 所以主要是這個排泄功能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這些排泄功能 但是現在還有一些荷爾蒙功能 大家可能就比較不了解 但是它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分泌腎素 腎素它會刺激我們的血壓上升 所以當我們腎臟受傷的時候 它分泌刺激大量腎素的分泌 會造成高血壓 那這樣的血壓叫做腎性高血壓 腎臟病菌的高血壓 那另外它會製造這個 紅血球生成素 它可以刺激我們骨髓造血 大家都知道骨髓會造血 但是如果沒有腎臟分泌 紅血球生成素的話 你的骨髓造血 事實上速度會太慢 就會造成貧血 貧血的人也很多 腎臟病腎性貧血是其中之一 但是這個要小心 是 那另外它可以活化維生素D 它可以促進我們的骨質吸收 我們經常說長輩 經常出去曬太陽 陽光可以平衡幫我們的 這個產生維生素D 那可以讓我們的鈣質吸收 讓我們的骨質補充 但事實上在這個過程當中 需要腎臟 去把維生素D 活化成維生素D3 這個維生素D3才有作用 所以如果沒有腎臟的話 那你就沒有後面的效果 你的骨質就會流失了 所以各位你有看到嗎 腎臟的功能很大 但是我覺得它是默默的在工作 沒有錯 其實陳醫師沒有講之前 我不知道腎臟有這麼重要 因為它其實管了很多事情 但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這是正常的腎臟對不對 是 功能就出現問題對不對 你看長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為什麼 臺灣有那麼多要洗腎的 甚至有人等著要換腎的 換腎的事情很大 有時候換了以後 你以為能夠有多長的時間嗎 其實它還是有一些限制的 沒有你想像的這麼的容易 我們當然不要走到那一步 也不要碰到那樣的狀況 那在這個之前 你要了解腎上 有這麼多的功能的時候 你要好好的來呵護它 我不曉得從中醫的觀點 怎麼來看到我們的腎臟的問題 這個腎在我們中醫來講 它就是除了那兩顆腎之外 它還有包括什麼骨頭 它跟我們的水有關係 骨髓 足骨 足髓 那它還跟我們的什麼有關係呢 它跟我們的兩個耳朵 它開竅在耳朵 然後它還跟我們的足耳片 大片小片它也有關係的 是 然後又跟我們的生長發育 然後還有它是先天之本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媽媽 如果在要懷孕之前 把我們的身體弄好的時候 調理好 那你這個娃娃生出來的時候 這個腎氣也會特別好 不管男生女生都有腎的 不是只有男生才有腎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 所以它關係的就是 除了我們剛剛說 足骨 足髓 然後還跟頭髮有關係 腎之華在什麼 在我們的腎氣 然後還有跟我們的小便 大家都知道它已經有小便關係 那之外它還跟我們的生殖發育 所以你轉骨的時候 大部分我們的藥材 中醫的用材裡面 也會有一些補腎跟氧氣血的 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它還跟我們的什麼 內分泌有關係 所以我們在內分泌就是 我們說更年期 那現在女生到一個年紀 可能在四十五到五十五 她會碰到一個更年期的時候 中醫就會以這個理論來調理 譬如說你會說 你去後醫生看醫生就跟你說 哎唷 你這樣心水不夠 一天晚上都在潮熱倒汗 晚上還會流汗 那這個時候就是水不夠 那這個兩顆腎 一個管水 一個管火 那這個管水的越來越不行 那灰氣越來越大 所以你覺得年輕的時候 好像很容易那個 就是很容易怕冷 每次都穿套頭的 到了年紀大的時候 也發現套頭一穿起來 好悶喔 然後晚上的時候睡覺 還會什麼微微出汗 甚至也會大汗出 那這個這種叫倒汗 因為只有在睡覺的時候會出的 那這個中醫來講 它跟腎水有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中醫的 不管是哲理 醫體裡面 都跟腎的這個部分 是 包含腎 還包含我們的經絡 還包含我們的各方面的一些 就是看不到的一些內分泌 都跟它有關係 是 所以你會發現說 它開窗在耳朵跟兩陰 就是那個 好 這個 左邊 腎開窗於耳跟兩陰 就是它關掉一小便 然後再來就是 滋水 然後有跟我們的腦 所以它通於腦跟水 所以如果我們的這個 在這個失智 健忘的時候 也跟它有關係 然後它有那氣 所以氣喘的病人 也是跟它有關係 所以如果從剛開始咳嗽到最後 就連個走路 爬個山 都會喘喘喘 這個時候 我們都要把腎氣的藥放進來 是 可是我覺得 我們一般的印象就覺得 油脂也會不會癢也會痛 它就是跟癢一樣都是沉默的器官 是不是 所以也因為說不會癢也不會痛 陳醫師是不是很多人 就不太知道說 我這個問題 可能是因為油脂出問題 對 那所以當你的腎臟已經拉緊抱了 你有可能就是說 奇怪 我就沒感覺了 但是其實你已經有很多的症狀 都是跟你的腎臟是有關係的 這個我們要了解一下 腎臟功能如果異常的時候 有一些表現出來的症狀 你可以稍微省事一下 我有這種的症狀嗎 是 那其實腎臟跟我們人體說的 大部分器官都是這樣子 其實它在變化的時候 身體會帶長 所以一開始都沒有症狀 然後身體會適應 所以也沒有感覺 皮掉了 對 沒感覺 那真正人家出現症狀的時候 有時候都剩下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當你察覺到有抑狀的時候 它的功能只剩下百分之二三十 對 已經百分之八十 症狀都壞掉了 所以這個當然是很嚴重 那所以我們要提醒就是說 其實我們有一些早期的症狀 其實大家可能可以來注意 那一般我們都用幾個口訣 所謂泡水高平卷 泡 這是什麼意思 泡泡就是泡泡 尿尿有泡泡 尿尿有泡泡 注意囉 對 水就是水腫 我們腳要下去 有時候也不是只有在水腫 眼睛啊 臉啊 這都會 那高就是高血壓 高血壓 高血壓也要注意 是不是腎臟引起 腎性高血壓 那我們講的貧血 剛剛也是有腎性貧血的問題 疲倦 很倦帶 異常的倦帶 那這個都是 那其實在門診最常見到的就是這個泡泡尿 有時候見到這個年輕的媽媽 帶著這個國高中生的兒子就來 說這個小病人泡泡很多耶 是不是腎臟有問題啊 他們都很緊張 那其實我們都會跟他們解釋說 其實這個泡泡很多擔心腎臟有沒有問題 是因為 泡泡是擔心說這個尿蛋白增加 是 那蛋白在尿中就有泡泡了 但其實很多的時候的泡泡尿 它可能只是用力比較急 解的比較急就有泡泡 所以那個比較主觀 一般我們都說那先不要擔心 我們先驗個蛋白尿 如果說有蛋白尿 那真的可能就要懷疑腎臟有問題 因為它有時候有生理性的蛋白尿 比如說太疼 像我伯伯 大家拜拜 太疼買菜 就會出現有一點蛋白尿 可是休息一下就更好 去檢查腎臟又還好 那其實這個腎臟 其實就有一點生理性的蛋白尿 但是它又不是說那麼的嚴重 泡泡尿是比較主觀 那我們真的要比較客觀 就是要驗有蛋白尿 就科學的說法 就是你要去驗一下是怎麼了 其實十之八九泡泡尿 我們檢查起來的結果都是正常的 所以其實大家是很擔心 但是因為是主觀 我覺得說這個泡泡很多 那我就來了 但是這個的確是 需要有這樣的警覺性 也就是說 如果覺得泡泡很多 你不要自己嚇自己 因為要驗了蛋白尿才知道 對不對 OK 好 還有其他的 那水腫問題 其實在門診也遇到很多 水腫我覺得很常見 是 但是水腫原因腎臟固然是一部分 比較厲害的心臟肝臟問題 其實都會出現水腫 所以那另外還有一類 就是特發性的水腫 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女性 它可能是體質的因素 就造成說容易水腫 是 那我們都必須要先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把一些器官腎臟這些問題都排除 那才能說它是特發性的水腫 那可能就是體質 那就不要吃太鹹 那晚上睡覺腳要抬高一點 其實就可以了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問題 是 那包括血壓 包括貧血 包括菌痘 它每個症狀可能都不是那麼特異性 但是當你出現兩個三個症狀的時候 這個就要非常小心了 因為就很有可能真的就是腎臟病了 是 那到真的腎臟都沒有功能 到尿毒症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就是噁心呕吐 沒有胃口 那非常倦怠虛弱 那失眠 皮膚常白這個水腫 那剛剛講說會喘啊 然後甚至就是意識昏迷 那這個時候就一定要 皮膚癢癢癢癢癢 那種尿毒的癢跟平常的癢不一樣 它會癢 而且抓到你那個皮都已經破了 破皮了 他還是覺得癢 還是有那種 還是不爽 繼續抓 螞蟻騷癢癢的感覺 可是它不舒服 癢到骨子裡面那個會癢不一樣的 其實是毒素成績在我們皮膚 刺激去造成的 所以這個癢跟你平常癢不一樣 癢到像是螞蟻在咬 而且很深 而且全身都有 全身都有 那你就要合理的懷疑 這幾個症狀可能你都有類似的情形 但是剛剛陳醫師講到說 如果你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可譬如說水腫你就腳抬高一點 吃得清淡一點 飲食這件事情跟我們的腎臟健康 其實有關的 朱惠 我們腎臟事實上是一個 非常非常密集血管集中的一個器官 你真的去看解剖 裡面是非常非常細小的血管 所以假設我們個人 自己本身血糖的控制 血壓的控制 都沒有調控好 還有尿酸的控制沒有調控好 這些物質事實上就會在小血管產生病變 所以比如說糖尿病變的話 你血糖沒有調控好 我們最常看到就是眼底 是往某的地方血管會變變 還有一個就是腎臟的血管會出現變變 所以這些都有可能因為這樣而引起的 或者是痛風的患者 你長期不好好去調控你的尿酸汁 那這個高尿酸的血症 後來他也會從腎臟的小血管 這個器官去做組織的破壞 才導致我們目前有這麼多的人 會面臨腎功能衰竭 所以我們剛剛講幾個特徵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尿尿有泡泡 其實你也比較水腫 然後其實你有高血壓 你又有貧血 那你平常又很倦怠 這五項裡面 如果你已經有兩三項 你千萬不要想說 沒關係 現在常常看有的 這可能等你發現的時候 醫師說 等你有感覺的時候 大概你只剩下百分之二三十的功能 百分之八十都讓你誤掉了 你都耽誤掉了 所以怎麼樣能夠用一點心思 怎麼樣能夠控制的良好 其實可以讓你的腎臟 不要因為這樣而失去了它的功能 甚至衰敗 但我們進一步來告訴大家 這一段要認真仔細的聽 馬上回來 我們認為五穀很養生對不對 五穀裡面提供的蛋白質 就是屬於不完全蛋白 就是腎臟不好 不一定可以這樣吃 就不能吃 對 它就不能吃 我們認為養生的這些五穀 它的靈又高 對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腎臟的負擔 今天我們講到的腎臟 真的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它其實不是一個很難處理的狀況 可是因為它的症狀 跟很多情形看起來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又很多時候我們聽到朋友講說 我也是這樣 你就怎麼處理 你直接搖子 不是啦 那就只痛就好了 還自己當醫生的 最後延誤治療的時候 後面的問題往往都非常的嚴重 所以接下來請大家一定要認真的聽 因為腎臟的問題 已經成為我們的新國病了 太多人這種情形了 既然這麼多 我們怎麼樣在十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會有腎臟的問題 讓你不要成為那一個呢 我想我們提早發現 然後減緩你腎臟的負擔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請陳醫師來提醒大家一下 那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不只是十個裡面有一個人 不只啊 不是 應該是說 這個腎臟病的人當中只有四分之一 知道自己有腎臟病 四分之三的人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說這個問題其實要很嚴重 因為我們這邊就會講到說 如果我們可以早期發現的話 其實可以很有效的控制 那我們一般腎臟功能的分期 會把它分成第一期到第五期 那期別越後面表示越嚴重 那它的分期的標準是用這個腎絲球過濾率 我們可以把腎臟想成一個濾水器 正常腎臟的每分鐘可以過濾一百二十七七 功能很好 當出現一點點問題的時候 跟那些濾心一樣 對 對 對 出現一點點問題 它只能過濾90 這叫第一期 60到90是第二期 第三期我們又分成3A跟3B 3A是45到60 3B是30到45 那第四期是45到35 第五期小一十五 這個就接近洗腎了 那一般來說我們把第一期到3A就是早期 那第三期到3B到第五期叫晚期 晚期 對 那我們經常剛剛講說 剩下百二十二十的時候 那都是晚期 那當我們腎臟 我們在看這個曲線圖 當我們的功能 慢慢慢慢在變化的時候 一開始都沒有症狀 所以我們不會發現 等到症狀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晚期 那這條線可能就是要洗腎的線 那我們的功能已經很接近了 這個時候如果發現 其實我們做好好的控制 做好好的去治療的話 它還是有幫助 可以讓我們延長我們伸張利用的時間 但是最後可能還是會面對透氣治療的危險 但是如果說我們把時間倒回來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個時間點去發現的話 關鍵時期 對 那就不一樣了 那伸張功能 其實經過有效的結尾 他就可以穩定一下 那曾經有一個指揮家 他是去見解發現說有腎臟病 健康檢查發現 對 然後經由院長來找我 那時候他是劉德 他們德國的同學會 73歲 冬天非常難 那他就很擔心說 他可能是一輩子 他說這一輩子可能最後一次去德國 那他的心理的底是這樣子 然後他其實這個擔心的不只是這樣 他擔心說我能不能平安回來這樣 所以那時候治療師非常擔心 他有一些血壓等等問題 我們就跟他講說他那時候一開始的 腎氏球過異率是46 正好在這個3A 快要到3B了 早期跟晚期間 很重要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先不要太擔心 我們先幫你去詳細的檢查 然後我們的團隊來接我來幫忙你 那後來檢查起來其實 其實做了一些控制之後 他的腎臟功能大概是53 54左右 所以其實這個就很順利 那去德國就回來 然後後來其實他控制的都非常穩定 那甚至後來還去德國兩三趟 還帶著合唱團去 去表演 沒那麼悲觀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他大概這個兩年前離開了 不過離開之前都沒有這個腎臟問題 他也是年紀大了 其實他都維持得非常好 都是在50以上 維持一個好的生活品質 調理很重要 還有警覺性很重要 不要等到你發現的時候 你只剩下2% 30%的功能 其實就算神醫來也沒辦法 但是能夠維持得住的話 我覺得腎臟可以給我們帶來 很多生活上的喜悅 那中醫我們怎麼樣去治療 在腎臟發生疾病的時候 皮腎像我們這樣就分為四型 第一個是皮腎陽虛的這個部分 皮腎陽虛的話 我們知道就是跟皮胃的這個部分有關 那這個我們的皮腎陽虛 它有分氣 是腎氣不足 還是腎陽虛腎陰虛 所以我們就會 那剛剛說的一個腎管水 一個腎管火 那如果是水比較開始不行的 那這個部分下面是 剛才腎陰虛的這個部分 都是要給它治癮養肝的 那如果是皮腎陽虛的 那這一類的一個特徵就是 它比較會怕冷 怕冷 怕冷 皮腎陽虛 所以它的大便情況 也比較什麼 鬆軟 甚至於常常會 沾到東西就比較流浪 比較軟變 所以它就比較偏向陽虛的 怕冷 然後氣液虛的 那這一類的我們就會用到什麼 五中義氣 或者是說蒸五湯 那甚至也會加上一些什麼 黃旗 肉桂 這個部分就會進來 補氣之外還會什麼 就是因為就像剛剛陽師說的 那它這裡面很多的小小的組織 要讓它血淤的狀況 不要那麼的就是很快就進來 所以改善它的血淤 把它屁補起來 還有血呢 把它供應對 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引導它進去 所以我們還要給它爽 加強這個部分的一個濾水 或者是說健脾的一個方向 所以會用到蒸五湯 然後會加上一些補的 人生黃旗這種 這一期大概來講 都是比較偏補的藥材 OK 對 那第二類的七陰兩虛 它就比較偏就是 常常會口乾 然後也常常 因為這個陰在中醫來講 它就是一個水分 一個不是平常的水分 就是我們有一點 三點水的一個筋 筋 筋如筍之的筋 所以你晚上在睡覺 你也睡不好 常常會有一個倒汗什麼的 這一類的 那甚至也常常會容易累的 這一類我們就會用到 人生 有時候還會加一點鹿籠 麥門冬這些 是因為帝皇湯這一類的 那還有用加大補陰間的 那還有一個再來就是 肝腎的陰虛的 因為肝腎是兄弟倆 所以當他開始出現狀況的時候 我們這兩個部分 都會有一些狀況出現 我們就要開始給他用一點像 最有名的就是 六位帝皇 企極帝皇 就是在這一類的病人 我們用到一些知陰陽幹 那他當然他會很 每一個陣型都會有下面的 不一樣的一些列 然後不一樣的一個 不是說中再給他用下去 因為他還會有一些偏症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陰陽兩虛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類的我們就會用到什麼 又是虛 但是他比較偏向陰陽的這個部分 他以這個比較哲學來講 基本上他就是 怎麼樣偏對他的這個部分 來做一些補氣或者是補腎去 所以到陰陽兩虛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用到 金桂裡面的一個腎氣丸 或者是寄生腎氣丸 那他裡面的藥材 就會有加味的 甚至於蛋白尿的狀況 是不是還是持續在那麼多 那或者是說他有血尿 或者是水腫的狀況不同 他就會有就是中醫在辯症的時候 把脈下去 他會看他的舌頭 有沒有淤 顏色怎麼樣 還是說舌頭只有在舌尖是紅的 那脈拔起來是 整個一條像這個橡皮筋一樣 很暗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這個皮胃跟乾腎 尤其是乾這個部分會比較明顯 那我們就會給他健脾的這個部分 那有時候在中醫的把脈裡面 還有一個左腎右命門 拔下去 此脈 三子蟬彈下去 此脈下去 我怎麼這麼沉 然後呢 就沉之外呢 在某些地方還會靠 比如說靠我們的這個 肩骨 脊椎這個地方 他還會往下沉之外呢 賣一把 有時候就有時候會被 這個中醫師問說 你常常會腰痠 有時候還會 某些地方還要皮尿 這個部分就會進來 所以他這個辯症裡面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我雖然分四型 可是有時候它會交叉 不一定就按照這個型來生病 這個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是 那甚至於我們後面也講到就是 有些沒辦法了 來看的時候已經就洗腎了 可是洗腎也很痛 對啊 臉色都很痛 對 這個時候你說 有的時候你要洗 每次洗都要洗 兩天洗一次 是 好幾個小時 要四個鐘頭 四個鐘頭 他的影片可以看兩部 看兩小時 看完 看完之後就在那裡睡了 但卸完弄完的時候 洗完的時候 也是覺得很不舒服 對那久的人幾乎也省省 而且洗的時候也會把一些 有時候可能 不是說洗不乾淨 就是洗的時候 這個腎湯其實也是 一直在退化當中 所以這個時候 有些這種病人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什麼 給他辯證一下 來做一個處理 那因為他已經在 做一些這個方面的 一些治療或者透析 我們就會按照 譬如說用中藥 但是這方面 我們就會用一些 譬如說針灸 或者是說食物的指導 然後會給他穴位的膚貼 有的瘦 用完還是會養 然後有的時候有貧血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都可以給他 用上一些中藥的一些方法 包括外用的 或針灸 或者是一些穴貼療法 甚至還會給他開一點點 不傷到的腎 就可以養到他的這個 我們剛剛說腎氣的這個部分 對 現在有很多都是 很多的醫院都有中心門診 是 一起聯合 那因為很多的老人家 他可能會 看這顆 看那顆 看那顆 他沒有去連結他在吃的這個藥物 有沒有他的交互作用 所以有些時候你會請教一下 可能老人科 嘉義科 看一下你吃的藥 那而且其實你剛剛看到 這個吳醫師講的 中醫其實他分了很多 你體質上狀況的不同 所以你不要自己做醫生 又同步 我告訴你 我吃這個有效 你就照我這樣 正好跟我一樣 不要好心 吃藥不要太誇張 因為有可能會吃錯 真的 真的會吃不對 因為你不是醫生 你不會把賣 其實症狀的判斷會有誤 我還不知道一個 住在那個陽明山 那你知道陽明山 天明山嘛 所以他有很多的藥草 然後那個鄰居 自己吃藥草 沒有 他就說 他就說自己拔一拔 然後他說他吃得不錯 然後還拔一拔 還給人家那個 送給別人吃 跟他黑面臭的飯 然後吃一吃 吃了以後 人家他不知道怎麼吃 但是他還是說 他很像臭 對不對 也沒關係 就煮一煮的動作 汆燙一下 當湯喝掉了 不可以 結果劑量太大 又不是他的體質 然後可能也摘錯藥了 不知道 反正就急性送到那個了 ICU去 真的 又來的時候 我說 你的臉這麼黑了 這個故事就被出來了 結果再來就是洗腎 洗腎 不要走到那一步了 但是西醫對於我們腎上的問題 其實是有很明確的方法 可以治療的 我們聽陳醫師怎麼說 是 就是我們剛才有提到 如果早期發現 我們是有機會可以控制住的 對 那因為慢性病 其實他成因都很久 所以他其實很多因子 那我們來控制 其實要多面向的去控制 那包括從最基礎的飲食 生活型態 那當然我們剛剛這個腎臟 有特別的一個蛋白燃料的部分 這個檢測就知道了 對對對 那另外 三高 其實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標的 包括血壓 血糖跟血脂 是 那要同時提醒就是說 三高是腎臟病的危險因子 那腎臟病也容易引起三高 所以兩個互為因果 那你如果控制不好的話 那這樣就是一個惡性血 這都會受傷 對 互相帶來帶去 就會越來越嚴重 那其他剛剛我們也提到說 像尿酸像結石 那這個如果有特別 當然要注意 那其實病人來到我們門診 其實我們總是會跟他講說 其實藥物是最後一線 你一定要從飲食 從生活型態開始做起 那以前的病人來就是說 這個不管有病沒病 都討藥吃 吃藥才會好 那其實 一棍子都是藥 對 那生活型態的部分 其實我們一般都會講說 我要正常生活作息 不要抽菸 不要喝酒 不要熬夜 運動 體重控制 對 我想這個都是老神常談 但是其實在腎臟病 有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們的不正確的用藥習慣 好 當然我們講到 飲食跟生活型態是很重要 所以飲食的部分 如果你是慢性的腎臟發炎 腎臟疾病 是會也要提醒大家 吃東西特別要注意了 真的是不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在講很多民眾 大家都很 現在資訊發達 所以書本 報章雜誌 電視 其實你都可以得到 很多的健康資訊 然後很多的養生的資訊 我要特別講 只有腎臟病人 你這跟別人絕對不一樣 是絕對絕對不一樣 因為你所需要的東西 跟人家是真的不同 那有一些 特別是我們認為 真的很有營養價的東西 對腎臟病患者來講 它反而是傷害 所以必須在這裡提醒大家 第一個 如果你是面臨了腎衰竭的患者 就是腎功能已經開始減退 你的吃的熱量一定要足 是 你絕對不能說 我沒有胃口 所以我就不想吃東西 不行 你熱量一定要夠 然後第二個呢 事實上你不要再讓腎臟 有更多的負擔 所以基本上 你一定要吃好的蛋白質 你不要吃不好的蛋白質 因為不好的蛋白質 產生是一種 屬於含氮性的飛氣物 是 它就是一定要從腎臟排出去 所以你不要自己吃了一些 不嫌棄的東西 然後又給腎臟加重負擔 那我這樣子講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東西是屬於 不好的蛋白質 一般的五穀類 我們認為五穀很養生對不對 但是五穀裡面提供的蛋白質 就是屬於不完全蛋白 所以腎臟不好 不一定可以這樣吃 就不能吃 就不能吃 對 它就不能吃 我們認為養生的這些五穀類 像藝人燕麥 大家都說 哇這個都很超養生 可是對慢性生功能衰竭的患者來講 它的蛋白質並不好 另外一個呢 它的利用率不高 對 然後另外它的膚皮 淋的含量很高 對 它的淋又高 對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腎臟的負擔 你吃一口 譬如說你吃一碗兩碗這樣子 結果它的蛋白質含量 你過濾那個過濾心 一直在過濾 很用功 你會加重腎臟的負擔 然後結果你達到的蛋白質 只有只有一點點 我留不下來那些 我要的好東西 但是做工做到這樣 對 所以對於慢性生衰竭患者來講 其實我是要他吃 很好 品質很好的蛋白質 比如說魚 魚蛋 牛奶 這一類它的品質是非常非常好的 優質蛋白質 對 又不會很累的 但是這個量要控制 又不能超過腎臟所能夠負擔 所以這個時候 通常我想陳醫師都很知道 我們都會算它Stage 就是第幾期 第幾期 它每一公斤體重 我們可以吃到多少克 我們那個真的要去算 要算 要去算 然後告訴你說 你一斤差不多一粒肉 兩粒肉 幾粒肉 對 就是要告訴你 一兩肉 兩兩肉 那個範圍之內你來攝取 這樣子做 保持你自己可以有好的蛋白質 然後不會去傷害腎臟 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我熱量從哪裡來 既然給我餡肉不能吃 那我熱量從哪裡來去 你就要吃白米飯 白米飯 人家講的 不是五穀根 不是五穀根 白麵包 凡是所有那種看起來 扭起來白白的 透明的 越透明的越好 代表什麼 它越沒有蛋白質 了解 OK 所以就類似像什麼 冬菌 米台北 菌年 類似這種就反而是 腎臟的患者適合的 那一般來講我們都會認為 那個是 澱粉類吃這個大口味不應該吃的 但是腎臟疾病的朋友 也是不一樣的 他反而要吃 因為他要從這裡得熱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油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認為 不能吃太油 你這樣子好像會肥胖會高血脂 可是一樣的道理 它熱量要足夠你從哪裡來 那你還是得 油脂的油 對 但是你要好油 什麼樣叫好油呢 就是你的脂肪酸的組成是要好的 OK 脂肪酸的組成要好的 對 就是你的 歐米加3 歐米加6 歐米加9的比例 堅果 堅果啦 或者是我們常講橄欖油 苦茶油 是比較屬於 脂肪酸的組成是比較好的油脂 這時候你要把它加進來 那另外呢 對於慢性症患者的話 我們要提醒就是 他必須要限磷 限鉀 因為磷過高 他會抓血液裡面的鈣 剛才陳醫師有講過 事實上腎衰血患者 後來面對的就是骨鬆 骨質會有病變的問題 還有那個血管概化的問題 帶根磷會沉在血管 很多心臟血管的疾病 你也會更加硬硬 是 概化的問題 所以磷一定要拿起來 吃多肉就磷多 沒錯 夾一多 還有不是只有肉 吃的菜太多就夾膏 對 很麻煩耶 就拍這個兵器 所以真的不容易 我說實話真的不容易 所以只要不要走到那一步 所以這個量的控制還滿重要 所以像哪些東西有磷呢 其實像我們講 肉知道磷多 這你知道嗎 汽水可樂 磷 這就是磷膏 雞精 雞精 我們認為牛肉精 雞精 這補的啊 沒有 不行的 不行 因為它濃縮它的含量是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就是 如果你是油脂不好 你就是打叉叉的 你就要盡量要避免了 對 好 很多朋友其實很在意自己的健康 我相信在我們現場 很多朋友有看過 我們的節目的時候都會說 有啦 我都常常固定 每年都有做健康報告耶 但是健康報告裡面的數字 你看懂了沒有 看花花瓶瓶瓶 紅粒我知道 但是那不知道什麼意思 看不見 拜託你進廣告的時候 把你的健康報告拿出來看一下 我們待會請專業的醫師 幫你檢視一下 你的身體到底是怎麼樣呢 等一下回頭來告訴你 慢性生衰竭的患者 能量一定要足 甚至他要比正常的人還要高 所以通常你一定要把熱量補回來 所以你一定要從哪裡 澱粉跟油脂來 另外呢 因為熱量一定要足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 你在下午的時候會吃一個 所謂的低蛋白的點心 那什麼叫低蛋白的點心 黑衣啦 地瓜圓啦 粉圓啦 這個好咧 好 接下來我們邀請專業的醫師 幫我們從數字上來看看你的健康狀況 尤其是我有做健康檢查 我花很多錢 但是檢查之後 如果有問題拿去便宜看 醫生說不好意思 你再給我檢查一次 沒關係 健康比較重要 可是問題是我看不見 所以陳醫師教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先看下一張 好 先看下一張 那我想說大家經常會去做體檢 對 那這個我們先講就是腎功能相關的檢查 那大概就是這一項目 那一般來說 它會有一欄叫參考值 參考值就是說 我的機器的檢驗的正常值的範圍內 那這個正常 那一欄是檢驗值 檢驗值大概就是我們的報告 那檢驗值一般來說 如果說有超出參考值的話 它會有紅字 好像有異常 那我們腎上功能檢查 主要是兩個就是尿素蛋跟基酸肝 所謂的尿毒素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看基酸肝 它市場跟我們腎上功能 是比較接近 尿素蛋很多因素 它可能會高 常會到出血 吃到身體有發炎 吃一些高蛋白質的食物 那像這個病人的結果 那看起來好像還好 那現在的這個健檢 經常會提供我們 這個估計的腎石球固域率 我們剛剛有講過 腎石球固域率是我們 腎臟分歧的一個診斷的標準 然後譬如說它算起來是68 但其實這個估計 它是照公司把它算出來 是 68 那我們剛剛講 其實這個部分的參考值 可能就真的是參考 90 90是第一期 那這樣看起來 很多人就都有腎臟病 所以很多病人 就是因為看到這個數值 嚇到 診所 檢驗所就可以說 你腎臟有問題 趕快去找腎臟科醫師 甚至會跟他講說 你這塊要洗腎 趕快去找腎臟科醫師 嚇死了 那其實我們會講就是說 其實照我們的標準來說 因為我們不要過度診斷 是 所以我們要注意 那一般來說 如果說你這個值是低於60 還會說我們考試低於60分 那就是死當 就真的有腎臟病 但是當你是60分以上的時候 我們還要再看一個 你有沒有蛋白尿 你的 參考其他有問題 對 那這個時候就要看尿域的檢查 是 那一般我們 簡單的這個 試指的定量是 看這個尿蛋白 正常的話是陰性 就是沒有 那有時候他有一點點 他就正負這個微量 那再多一點 可能就是一個症 兩個症 三個症 那是半定量的檢查 那一般來說 這個比較半定量 我們在醫院裡面 都會特別做這個UPCR 所謂尿蛋白 是 OK 那這個正常值的話是150 小150 那如果說我們驗出來像是120 那這樣看起來的話 其實腎臟不能說有腎臟病 因為這個功能還是正常的 還好 那除了說這個腎臟功能檢查結果之外 我們現在要看三高的結果 看一下這三高的結果 三高很重要 那第一個我們講到血壓 血壓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腎性 高血壓或其他任何原因 危險因子這個都是 那當然 100是90以上就覺得要是小心了 是 那血糖的部分我們正常值 雖然都抓到100 那經常我們的糖尿病診斷標準是126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有糖尿病的話 那我們可能還要再看糖外血色素 那標準是7.0以下 是 那再來是血脂肪的部分 主要就是看腫膽固醇跟低密度膽固醇 是 應該是要再200以下跟130以下 那這個病人其實這部分都有高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的治療的起始 應該都是飲食跟生活形態運動 是 那真的不行的時候 下一步才是藥物 OK 好 這個給大家作為參考 但是我覺得我們好朋友很多 如果你油脂不好 大家都幫你補吃這個 吃那個 要補油脂 要補油脂 你不如喝這個 這個是吳明珠醫師 今天特別幫我們調配 這個叫做 養護你的腎臟 三子補腎癮 喝喝看 這個三子不是生三個小孩 這個子 它是種子裡面那個子 因為我們的藥材裡面 它有三個子 一個是兔絲子 然後隔壁的精英子 然後下面左下方的五味子 然後有點微酸微酸的感覺 對 那這個微酸哪裡來的呢 微酸就是五味子 所以五味子我放的不多 大概就頂多0.5千 那很好喝啊 還不錯喝對不對 很酸微酸微 一滴滴而已 那它有一個天然的 很甜的 就是帶有甜味的一個藥材 就是黃芹 黃芹 那甘草也甜甜的啊 對 甘草也甜甜的 那因為我們中藥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甘草呢 因為它甜的放得多 不可以 因為甘草其實它有一點 類似的那種腎上腺素的東西 所以它有解讀 在中藥來講 它整個藥材裡面 它就調和整個處方之外 它也有解讀的效果 然後可以有顧味 所以它通常都給到什麼 頂多的1.5千 然後有什麼特殊的 才會小朋友啊 不用多 基本上不用多 今天的這個三直補腎癮呢 最主要就是針對 像剛剛陳醫師在那邊說的 這個前面你會發現 他們在測什麼 蛋白 尿 尿蛋白 這個部分的 要防禦 那就是預防呢 重於治療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正常的時候 它也是可以喝的 那我們中醫有分上品 中品 下品 那你會發現 我們今天的藥材 就是屬於什麼 上品 就是我們在喝的時候 如果那個正常人 也可以喝 甚至於呢 你是孕婦 他也是可以喝的 那裡面有這個黃旗 那這個黃旗呢 它可以 就是對我們的毛皮啦 還有我們的這個 氣血這個部分呢 還有跟整個免疫力 都有關係 然後我們很多的研究 就發現黃旗 對蛋白尿這個部分 它可以有收斂的一個效果 尤其是跟隔壁這個 吐司紙 那吐司紙呢 它也有就類似我們身體裡面的 這個荷蒙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就在更年期啦 或者是要懷孕的時候 會用到一些 這一類的藥材 然後再幫助它來恢復這個腎氣 那隔壁這個精英子 你看 那我們精英子其實在 如果你去生藥房買的時候 它有兩種 我們要買大的 大精英的 這個 因為它可以什麼 補腎啊 還有縮尿 還有顧照我們的精氣神的精 這個精氣的 還有呢 它可以就是有時候 你這邊流晒 所以它也可以讓它有紫歇的效果 所以它都進入到我們的皮腎 還有大腸這個部分 那五味醋現在 外面現在很用它很多 它可以補腥氣又可以顧肝 所以說這個部分 但是有一點酸 所以基本上我們用的不多 旁邊再用個甘草 所以喝起來不會太難喝 那你也可以就是說 如果這個腎氣比較差的 我們還可以剛剛說的 以形補形用食材下去 用一點腰劑 不用太多 給它用出來就吃一點這個 然後給它用這個東西湯去燉它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還是要在醫師 如果你的腎臟有問題的時候 不要隨便吃 還是要在醫師的監控底下是安全的 對 腎臟如果已經有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身體吃的東西 跟平常人不一樣 複習一下 剛才食物會有說什麼 什麼魚啊 蛋啊 牛奶啊 食物看起來白白的啦 白飯啦 白麵條啦 五骨跟筋的那個就不要了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零跟甲的攝取 都不能夠過量 量不能過量 但是 那要吃到這麼可憐嗎 沒有那麼可憐 你看像我們營養師給大家調配的 一日三餐這樣吃 一樣很澎湃咧 對 我們還是一定要吃 因為基本上 慢性生衰竭的患者 能量一定要足 甚至他要比正常的人還要高 所以通常你一定要把熱量補回來 所以你一定要從哪裡 澱粉跟油脂來 那這個澱粉就是要精緻澱粉 你就會發覺我今天講的話是有點奇怪 跟平常我們去反養學不太一樣 所以重點就是腎臟發炎 腎臟疾病的朋友 你是要用這樣子的飲食方法 對 那所以像我就舉例啦 就是我做了一個 推薦的一個示範食譜 早餐呢你就是吃白吐司 一般來講我們說養生 我會用堅果醬 對不起堅果醬量很高 你就要換成用椰子油 腎臟不好的朋友喔 不能吃堅果醬喔 對 那因為椰子油 它本身是短煉脂肪酸 所以它可以直接吸收產生能量 就是直接補能量了 速度快速 另外呢你喝牛奶的部分 因為牛奶本身還有蛋白質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建議 慢性生功能不好的人 你可以去選擇 所謂的低蛋白牛奶 這個一般來講我們都已經有 配方可以買得到 所以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午餐的部分呢 你就是我們建議選擇 不要都全部都是一直吃白米飯 你可以嘗試的換 冬粉也好 米苔飯也好 還有粉條 那種透明的粉條 其實你都可以把它當作煮食 我們煮鹹的 煮甜的都可以 那通常我會建議 這個時候你要加入 所謂的優質蛋白質 那這裡我設計什麼 我設計石井冬粉湯 裡面有鯛魚片 蝦仁 牡蠣跟花枝 不錯吃耶 其實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因為同樣一兩的肉 我大概它的食物的體積等同 我可以換到兩湯匙的海鮮 那比較大耶 對 體積相對會比較大 同樣那個蛋白質的量 所以我換海鮮 是不是我感覺 我就是吃得比較豐盛一點 吃得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所有的牡蠣 或者是這些蝦仁 它裡面含的鐵跟鑫 事實上是比較高 鐵跟鑫 我們都知道 麥芸生它容易平血 我要補鐵 對 我們剛剛講到平血 然後捲帶 對 那因為你要叫它吃紅肉 對不起 蛋白質也會過高 所以我變成要想辦法在體積 大一點的情況之下 鐵質我也可以進得來 這時候你就會發覺 海鮮類似乎是變成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 怎麼這麼聰明 對 然後另外呢 因為熱量一定要煮 所以你變成必須要吃點心 就不能只有三正餐 不然你熱量通常是不夠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 在下午的時候會吃一個 所謂的低蛋白的點心 那什麼叫低蛋白的點心 芋圓啦 低瓜圓啦 粉圓啦 這個好耶 我太喜歡耶 這樣不要吃得那麼可憐 你蒸低瓜也可以 做的地瓜球也可以 做的地瓜餅也可以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 低蛋白的澱粉 那你可以在這裡把它加進來 那個量 這個還是我們就是 必須要借營養師 對 我們還算 因為每個體型都要算 那晚餐的部分就可以 你回來吃白飯 因為我中午已經吃冬粉了 晚餐吃白飯 那我就選好的魚 我選了一個石斑魚 那這時候蔬菜一定要加進來 好 我必須把大量的蔬菜 讓你有足夠的飽足感 所以我會建議採用一些 很鮮豔的顏色 紅黃綠的顏色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 慢性酸胎劑患者 他很容易貧血 所以我必須要補幾個營養素 一個B6 B12 鐵 這些通常你在 越鮮豔的顏色的蔬果上面 你越容易攝取得到 所以你就要把這些蔬菜就放進來 然後記得新鮮的水果 維他命C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還是要放進來 我覺得這個其實 吃起來就已經很澎湃了 覺得很開心 三餐都有 那有一些訣竅 你要自己掌握一下 看起來白白的東西 然後好的油脂 橄欖油 或者苦茶油 這類都很好 這是誰吃的呢 就是你有慢性腎臟疾病的朋友 但是如果我沒有到腎臟疾病 那我非常希望可以 鞏固我的腎臟的健康 該怎麼吃呢 待會還有廟方來告訴各位 馬上回來 腎的這個穴道 從這個開頭就從腳 腳 這裡常常我們看養生節目 都會攪到一個泳泉穴 我們腳分三等段 一 二 三 它是在上三分之一 你這樣動的時候 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它有一個人字縫 對 凹下去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泳泉穴 它會走到我們的這個 腳踝的內側 打個圈圈又上來 然後從我們的小腿內側 再上來 腹部一直往上 然後是不是到了我們的腹部 好 重點來了 腎臟要好 其實有護腎三三 預防三高 還有三減不漏 哇 這到底什麼重點 陳醫師 是 那三高的預防 我們剛剛講過 血糖 血壓跟血脂肪 對 那這個要控制 那如果沒有要去預防 如果有的話要注意 我們要控制達標 我們剛剛講的血壓 一百四九十以下 達到正常 我們的這個血糖 糖化血脂肪 是七以下 那血脂肪 中軟部除掉兩百以下 低密度是一百三以下 那另外 我們要早期發現 要做檢查 三減不漏 要驗血驗尿 還有血壓的成長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 用藥的正確 那用藥有五步 那第一個就是說 不聽別人推薦的藥 那別人 所以我們還是聽 專業的醫師跟藥 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對 那不幸生其療效的藥 這個會起死回生 會煩惱環頭 我給你掛保證 絕對有 那個大型蓋的都不要插味 這個 這個要小心 那另外就是 我們不要在 不是正常賣藥的地方 買 來 今天你來到幾部隊 絕對不是要做你的老闆 我的腦袋拿去都給你賣 那個 那個不能聽 還有很多地下電台 那個其實也是很誇 很浮誇的啦 沒錯 OK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不去吃別人正宗的藥 那因為別人也不知道 跟我們正宗其實不見得是一樣的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自己也不要推薦藥給別人 因為別人的心情 跟你可能不一樣啦 還是要經過專業醫師啦 那這五步的原則 就可以預防我們去受到這些藥物的傷害 說得很好 那其實有些時候很多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跟你說正常的 你如果要再這樣下去 你的藥物會開去 會洗藥物啦 但是我們講到腎臟 你有一些保護的方式 平常的按摩 中醫其實很有道理的對不對 腎的這個穴道 就從這個開頭的 就從腳 腳呢 這裡常常呢 我們就看養生節目 都會講到一個湧泉穴 那其實它是腎經的開口穴 叫頸穴 你看從這個地方出來的 然後呢 它會走到我們的這個腳踝的內側 打個圈圈又上來 然後從我們的這個小腿內側 再上來 往上一直往上 然後這邊到了我們的這個腹部 就是還會到我們的胸部這個地方 那所以第一個 永泉穴 在哪裡找呢 你要動一動的時候 它是我們腳分三等段 一二三 它是在上三分之一 你這樣動的時候 有一個凹下去的 它有一個人字縫 凹下去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永泉穴 然後順著這個地方上來 到我們的這個內側 有沒有手藝外面去 這裡面 那這裡面呢 你要摸到這個內懷 內懷尖 最高的地方 這個地方呢 往後面這樣摸上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筋 這個筋跟這個筋 就是頂頂的筋 跟我們這個骨頭的中間 這裡 中間凹陷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太溪 這個太溪很重要 因為它是我們的圓穴 就是原來的圓 那這個圓穴呢 管很多啦 像瓶尿啦 或者是有時候 叫耳鳴 這個部分都跟它有關係 是 那上來呢 它這個我們找到 剛剛的這個太溪穴以後 再往上扇子的地方 這一個腹溜 那這個腹溜呢 也就是說我們這樣子 三下克這樣子上來 所以按的時候呢 從下面這樣按 那因為它是從腳 順著上來 所以你有當時 拉腳連手一手的時候 腳用起來 手都上去對不對 這個四個指頭放後面 放外懷 那內懷這個用有沒有 然後放下 手上來 太好了 你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你就可以幫你按穴道 然後讓你的腎臟可以更健康 謝謝我們的來賓 太好了 感謝 我看有些人那個腳底 去採那個鵝卵石是不是也可以 鵝卵石是這樣 它有點重嗎 那是我們的四福的這個 就是 這算是一個好處 我們去做 但是問題是 那都外面沒有人在顧 所以你要刷得乾淨 然後腳像這樣病 皮膚不好 有傷口不可以 然後那個鵝卵石用 高度不平 抓抓 大肉皮 那個受傷 可能這個我們要小心 所以剛開始我們還建議什麼 稍微好 要用襪子 然後呢 不然你就穿襪子 穿襪子 用襪子 穿襪子 穿那種病 會